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警方进到酒吧内对所有人仔细盘查 冤业者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是做正当生意 私底下却招揽泰国女子到店里面来陪酒 甚至还会让顾客买手怀来代替小费 让小姐事后再跟店家换钱 警方这一回共查获24名外籍女子 另外还带回奖姓负责人以及5名员工和17名酒客 先来听一下警方的稍早访问 专案小组经多日探查查访 得知该琴瑟酒吧细甲借短期官方签证名义 找来多名泰国籍女子 主打陪侍客人喝酒及亲密接触等行为 虽然警方过去接获民众检局 指出这间酒吧进出复杂 业者却也私人招待所为由拒绝警方入内 而这一回除了瓦解非法陪酒集团 另外还查扣营业所得41万 大麻烟弹K烟记账单等等 警方后续将陪酒泰国魅意设为法财罚后 移送移民署办理遣返 负责和员工则以法案封化 违反就业服务法 毒品等罪前送办